胡维雍拦下赶往除州的大虎 并在城外亭中与他喝酒密谈 一晚饮下后胡维雍直奔主题 大帅一旦称帝小明王如何处置 即使道士二主可以并立 但小明王以一军共主的身份 尊贵程度在名义上超过大帅 因此小明王实际上已经成为累赘 我们应该从大局着想 问一下自己 是把小明王接回来 还是让他并天而去 对大帅与新朝更为有利